好了,我們剛剛講完這個麥克風和Effector的那樣東西 現在就講到喇叭的層面 首先講一下喇叭的運作原理和有什麼類型的喇叭 其實喇叭是用什麼來組成的呢? 其實都是一塊磁鐵線圈和喇叭的膜去組成的 其實你看到這三塊東西跟剛剛的麥克風的結構很相似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有些人他貪得意的時候 他會把喇叭當成一個麥克風做進入都可以 有些朋友是有這樣的玩法的 純粹是一個很無聊的玩意 但其實他那個...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想告訴大家 其實喇叭和麥克風的結構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是input,一個是output 但其實相反來說其實都可以做... input可以當作output,output可以當作input 都可以的 這樣呢? 那喇叭呢其實是通過電流 經過這個線圈就會產生到這個磁場 這個磁場就會令到那一塊薄膜出現震動 那當薄膜出現震動的時候呢 就會令到那個膜外面的空氣都會有震動 那從之間就會產生聲音 那你怎麼看那個聲音的變化呢? 就是譬如好像如果要出一個C的音 那C的音的頻率呢 就是每秒有256個震動 那所以當然如果那個喇叭要出一個C的音的時候呢 就證明了那個喇叭的浸膜呢 是要震動256次 就會令到那個空氣就會產生到這個C的音出來 那所以呢 簡單來說呢 就是當有電去到那個喇叭的時候 令到那個喇叭的浸膜震動256次 就會出現了一個C的音出來 那所以當這些聲音 就好像我在說話這些聲音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不同的變化的 那所以證明了那個喇叭的浸膜呢 其實是不停地在震動的 但是視乎它每一個音的不同 它的震動的次數都不同 那其實這個可能只是很尖端的幾毫秒 就已經出現了這個變化了 好啦 那如果說得再詳細一點 就是 你看到了 都是這三個結構 磁石 線圈 和一個膜 好啦 那就是當如果這個線圈 有電流的變化去經過的時候 那如果這個電流有不同的時候 就會令到它的 那個線圈的磁場就會有不同的 那當這個線圈的磁場 和那個磁石的磁場 有分別的時候呢 就會變相就會有一個 這個方式就會產生出來的 不過剛剛那些呢 其實都是一些 物理的現象 總之就是 當有電流經過喇叭的時候 那個喇叭呢 如果結構是沒有損壞的情況之下 它是會有性出的 那喇叭有什麼種類呢 其實呢 最主要來說 都是分開 有兩種的 就是主動式和被動式 好啦 那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一個混合器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在混合器裡面 那個訊號出來 其實是一個很低電流的一個訊號 那如果那個電流的訊號 怎樣可以令到喇叭出聲呢 就是首先要把那個電流去放大 去足以令到有足夠的電力去驅動到那個喇叭去出聲 那 那 那怎樣可以令到那個電流去瞬間 可以增大到一個可以令到喇叭出聲的那個level呢 就要靠這個功率放大器 那這個功率放大器 就是amplifier 就可以令到 一個由Mixer出來的一個很微弱的電流 瞬間去放大到一個 足以令到喇叭式動的一個電流 好啦 那 剛剛說了啦 喇叭是分開主動式和被動式 那其實 什麼叫主動式 什麼叫被動式呢 那 其實 你去看那個主動式喇叭呢 你就會看到 它本身那個喇叭裡面呢 是 預設了一塊的功率放大器在裡面的 就看到一個喇叭裡面是有一個功率放大器裡面 同時間也有一個喇叭在裡面 那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不再需要額外有一塊東西 去經過那一塊東西 才能夠把那個電流放大 而是它那個喇叭本身裡面呢 已經是有一個 放大器在裡面 那 當 如果你給了一個 Mixer出來的訊號 去到這個喇叭裡面呢 其實它就會 在這個喇叭裡面 去幫你放大那個訊號 去從而去驅動回那個喇叭 那 你就會看到啦 它的優點就是 因為它不用再額外 所以 其實是很方便去 用 就是你 無論去哪裡用都好 你都不需要再帶多一塊東西去 去放大那些電流 那 但是 它有一個不好處呢 就是 因為它要受到一個空間的限制 就沒有辦法去把一些很複雜的 沒有法太過分 簡單來說就是 它只能可以 什麼 對 我沒有明白 那 其實它 你可以先這樣去看這條文字 其實我也沒有明白它寫什麼 那 但是 簡單來說就是 它 有它的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 理論上這些喇叭的 主動式喇叭的聲音 是沒有那麼 相對於被動式喇叭來說 其實是沒有那麼好的那些聲音 因為它裡面是 牽涉到另一塊放大器裡面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 因為所有的電器有電流產生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磁場的 那 當這個磁場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影響到 那個喇叭的單體裡面 所出來的聲音 其實會有影響的 那 所以呢 其實你越多複雜的東西在裡面 就會變相 可能 令到它出來的聲音 是有點 沒有那麼好 另外 一個 形式的喇叭 就是 避露式喇叭 那什麼叫避露式喇叭呢 其實它很簡單 就是一塊 純粹有一個喇叭 裡面是沒有安裝任何 額外的裝置 裡面 它只有線圈 磁石 還有 那個喇叭的膜 只有這三個東西 那所以呢 它裡面是沒有任何 去令到那個電流去瞬間 加大的那個裝置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這隻喇叭的時候 是需要 額外去 拿到一塊東西出來 去 將那個電流放大 那你就要 額外去駁一個 的放大器 才可以令到這個喇叭 出到聲的 那 如果你 怎樣去分別這個 什麼叫主動式喇叭 什麼叫鼻動式喇叭 其實你是一個最容易看的 的形式來看呢 就是看那個喇叭 有沒有任何的 可以扭的按鈕 或者 它需要不需要 插電鍵 如果那個喇叭 是需要插電鍵的話呢 其實 100%肯定 這個喇叭 是一個主動式的喇叭 那 如果那個喇叭 是沒有任何電鍵 沒有任何線 沒有任何按鈕 可以很肯定 那個喇叭 是一個被動式的喇叭 是需要 額外去駁電給它 是的 那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喇叭 其實呢 它是有按鈕 又要插電的 所以其實它這個喇叭 是一個 主動式的喇叭 是的 那所以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易用的裝置 就是 總之你有支咪 你有一個 這一塊的喇叭 你去到任何一個 有電鍵的地方 你基本上就可以用的了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發聲的了 那 因為外於這些喇叭 其實它另一個功能呢 就是給你去隨身攜帶 就是可以出去外面用的 是的 那所以其實它後面呢 是有 電池可以給你裝的 那變了你不需要 插電都可以用到的 那這些是屬於 旅行用的喇叭 所以相對來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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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旅行用的 是 戶外用的喇叭 是的 那所以 濕電又可以 光電又可以 但是它 它最明顯就是 它始終都要給電 始終都要插電 那 其實 因為剛剛說過 那些喇叭 其實當你要插電 那麼複雜的東西 在同一個東西裡面 其實那個相對上 那個音色 不會太好的 那所以呢 其實很多家裡用的 一些 hi-fi 或者 一些高 高端一點的音響設備 其實它們 一般來說 都不會是 一體這樣去 用 而是 用一個避露式的喇叭 再駁一個放大器 去出聲 相對上來說 牽涉的干擾比較少 所以它 被動式喇叭出來的聲音 是相對上 會比主動式喇叭的聲音 為之好的 那我們的教會 是啊 其實呢 是有 就是大家看到 我們現在 禮堂上面 掛著那四隻喇叭 其實你是見不到 有插數 見不到任何的 按鈕在上面 那其實呢 那四隻喇叭 其實都是一個 被動式喇叭來的 那 你聽到被動式喇叭了 證明是要有一塊東西 去把那些電流放大 才令到那個喇叭出聲 那所以 那一塊東西呢 即那個功力放大器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音響房的後面 其實裡面是有 四部的 因為每一部 是對應 對應 不是 兩部 是 一兩部 三部 兩個喇叭 一個是 對 有三部 對啦 那兩部呢 就是對應回 我們 掛在牆上的那四隻喇叭 有一部呢 就是對應回 在台上 會講的 監聽的喇叭 對 監聽的喇叭 對 之後會講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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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好 放大器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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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順便 燒喇叭 有沒有電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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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用電話呢 Hal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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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喇叭 就是 這個喇叭 這喇叭其實都 免費耳高 destin 你 exempt 那種 tek 清 清 Testing 1 2 testing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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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Testing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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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